评书快摊 我就起了 武昌起义的成功 无形当中给广东的革命党人 打了一针强心剂 因为在武昌起义 没到发之前 以孙中山和黄星为首的 同盟会革命党人 在广州策划了几次起义 均遭失败 死伤无数革命的先烈 所以有不少人呢 心灰意冷 觉得革命前途啊 武昌起义的成功 使这些人又重新振作了精神 感觉到前途光明 咱们这个故事该哪说起呢 话说191年的11月 这一天的正中午 在广东惠州城北施物理地 有个分水河 边上有一片树林子 就在这树林子里 跑出一个人呢 后边 痛断 枪声之响 有人就喊 站住 别跑 杀了我 追出来五六个 前单的人呢 玩的命呢 跑 这个人是一书生打扮 年纪不算太大 戴着眼镜 这眼镜都跑掉了 拼命的跑 追逐这五六个来 个个都是清秀变装 有的 有的 拿了手枪 有的拎了大刀 眼镜 眼镜通红了 杀人的亡命图 前半这人边跑边喊 救命 救命啊 可有一点呢 一个是正中午 行人稀少 另外片有荒郊的 没人 他就顺着这个路跑 这人要激进了 这速度是相当的快 可后边这几个人 追得也快 眼镜要追上 就差几步远了 前半跑着 为心里头 喊了一声 弯了 我命休息 就在这仙居一半 有对位 跑了一队子吧 有五六个人 在正前方 马上端座这人 年纪有四十来岁 跳起来 身高有六尺 大脑袋 大发配的辫子 围在尖头 红龙绳扎的病根 绿龙绳绑的变伤 短衣剑袖 十三太保的扭扣 骨头似的脸堂 二毛子 轻轻有身 背叉一口单刀 光山山 冷嗖嗖 胡刀碎 这匹马 放前往前跑 后边的金警跟随 这人呢 就像拽着一救命绳似的 救命啊 丢命 丢命 此人一带马的四经 低头看了看 读书人 怎么事 先生 我是一读书人 遇到强盗 救命救命啊 嗯 这人 双目往前送 一看追上这五六个 都带着家伙 翻身下马 喊了一声 翻身下马 后半人 啪啪啪啪啪啪 全跳起来 啪啪啪啪啪啪 有的拿枪 有的拿宝剑 有的拿刀 一字拍开 横在路中 嘿嘿嘿 没事 放心吧 大敌 专管着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之势 只要是有不平事 我缘缓 敢追那几个人 追得切尽一开头 好几个人拦住了 被追那位 站在这些人的身背后 在那支船 张大腿 干什么的 就看这红脸大汉 问了一声干什么的 追杀那几个人 当初有个头 往前迈了两步 你是干什么的 老子就是惠州地面的 问我是干什么的 你也碰 我告诉你 大铁行杀上义 专门铲除人间不平 他一读书之人 你追杀他干什么 要钱没有 要物也没有 你小子有能为 奔那有钱的阔劳去 奔那些张军 奔那些乌吏 奔那些土豪猎身 杀大户 你整他们一把 你也知 和你杀个穷骄疏的 有什么用 你们这也是一些死 你为 弟兄们给我打 二话不说呀 伸手伍之令 全手就要命 后边他那些几个弟兄 往前这么一送身 这些人的武功 也是非常的高 急俩我 把这几个人追杀的人 打了 哎呀妈呀 哎呀妈呀 哎呀哎呀 爹一声 妈一声 疼得直叫我 打完了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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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里 敢到惠州地面 前来交闹 你也不打听打听 这是谁的地盘 走 慢着 这人一挥手 回头看看那教书的 哎呀我说先生 你上哪儿去 哎呀这教书先生 往前走了一步 哎呀 救命的恩人哪 哎 哎我姓陈哪 我到惠州城去 呃不怎么的 就碰着这么几位 把我拦租了 哦少惠州我 正好我也回惠州 你要跟我们一起走 一路是来安全 还有十多里劲 嗯 走 呃那 给带着一匹马来 那大哥 那我呢 你跟干嘛后边跑 你不知道吗 我是非常尊重读书人的 我非常尊重 教书先生 嗯 我对十个人哪 特别尊重 教书的 我尊重 说书的 我也尊重 来来来来 你牵过一匹马来 哎这就牵过一匹马来 把这人就推到马队上 胡连大汉一回头 跟我们跑 安全 走 走 马达如飞 地上这几位啊 被打的实在是不轻 都起不来了 有一个亮亮枪枪爬起来 哎 那妈的 半路杀出个程耀金啊 没事 大哥 怎么办 没没 逃不了他 追到毕州 如论如何 把那姓陈子给干掉 要不然回去交代不着任 走 这几个人收拾收拾 在后边怎么追 咱却不表 单说 这胡脸大汉 就把这教书的 带进惠州城 这惠州是个大城市 街上比较繁华 什么做买的 做卖的 卖的 卖故意的 刀子个 喷辣 拉车 唱小段 变小的 卖图事 卖你的 卖面 溜达玩的 逛花园的 坐哪个 扯的玩的 好 那大街上 人来人往 车水马龙 拥挤不乱 赶到这城里了 这红脸大汉 看了看 这教书先生 不是吧 先生 你贵姓啊 就名恩公啊 我姓陈 我叫陈静存啊 哦 陈静存 加什么地儿呢 广州人 教书微生 我到惠州来啊 就是想教书 这不是吗 因为这地方 我足扎生地 目观生人 我先找个小地儿 住下 敢问恩公大名 哈哈哈哈 问我呀 我姓陈啊 我叫陈静存 就在惠州 因为是练武的 所以我就开个会 叫新一和 我手上有不少师兄师政 还有不少徒弟 有时候 倒标为业 有时候 三个人 走黑道 不敢走 我们就派起个弟兄 保护 收保护费 我这保护费 可是正经八百保护费 不是黑道上来的 不挣黑心钱 我说 你教书 一个月里需要多少钱呢 那就得看 时运了 董大侠 别叫我大侠 我愣了 我说 老弟啊 你干脆 到我心里喝得 我跟你说呀 打小的时候 我家里就穷 就读不起书 后来长大了 哎呀 我就跟我这些儿女们说 我也跟我手下的弟兄们说 人哪 得读书 不有那么句话吗 叫做 什么万般接下品 唯有读书高 人要是不读书 那么行啊 不识字 不行 哎呀 我就跟弟兄们说 将来 我给你们请个教书先生 让你们好好的学习学习 正巧 咱俩是缘分 啊 陈贤弟 不嫌弃 到我心里何去 教我这些伙计们 弟兄们 十几个号 到月 我得给开钱 你放心 不能少给你 你那点钱啊 毛毛鱼啊 嗯 怎么样 哎呀 如果恩公 要看得起我 我一定是竭尽全力 哎呀 哎呀 如此说来 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 啊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哈哈 哎 诚 哎 边上过来一个 手下的 诚 这么点 告诉 得月楼 炒几个菜 端到咱们会馆去 啊 另外把我几个好朋友请过来 一来我回来了 二来啊 咱们这会馆里请个教书先生 嘿嘿 今天晚上就为咱们陈先生迎风担陈 你看这就是缘分 走走走 到了到了 拐过两条街 前边有一高大的门楼啊 黑漆大门 上边是蓝镜金子牌表 写得清清楚楚 兴奋和 一边扎子四个都是短衣剑袖 无功的打扮 那下还配了保健 领不担这几个把门都一开堵了 大展规都回来了 迎接大展规的 弟兄们 我出去那几篇家中没什么事吧 没什么事 好嘞 走走走走 哎 另外我告诉你们啊 我给你们请了一位教书先生 每天都拿出时间来学习的 不懂字 不识文化 那不行 放心吧 我们一定懂字 什么叫懂字呢 就是明白这字 认识字 在他嘴里说就叫懂字 这几篇家中就进了这兴奋和了 这个报号叫陈庆存 这哪里一看啊 这院很大 正当中有一大拼 就类似像梁山伯那居厅似的 正当中一把红皮开始椅 后边挂了副队联 两边一次拍开 全都是椅子 好像有点聚意听那意思 再往后边走 就是武功堂 练武的地方 后边还有一操场 两边有厢房 这个兴奋和一眼就看出了 这是一武管组织 练武术的地方 赶紧就给这陈庆存 安排住处 这董镇村啊 这董掌柜是忙前忙后章着的 他对这个有文化 有知识的人啊 特别的尊重 这就把这韭菜摆上去 好不错的朋友来了好几个 大伙就开喝 这就话全心定啊 真有一股豪爽之气 有一种狭义之风 大碗的酒 照实说南方喝酒 都小杯小碗 不 摔着大海海 都有北方人的风范气势 这陈庆存在边上就看了 喝喝的 陈庆存啊 也乏了也累了 你想白天要注意那样 另外还沾不了多少酒 这个董振川 这董掌柜就看出来了 我说陈先生 你是不是累了 来了 扶陈先生房中休息 这就把这陈庆存 安排到东宅 找了油很干净 陈庆存就躺在床上 翻来扶去睡不着 再次来 组织交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可在哪儿入手呢 这个董振川是干什么的 他是做什么的 这脑袋之中全是问号 隔了一个多小时的光景 他就听着当官的脚步之声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 走到这些人不少 可没有一个说话的 这怀了好奇的心情 就在床上起来了 这窗边往外一唱 就看这些人哪 由月亮门走出来 直接就进那五宫堂 三三两两的 大概有四十多人 哎 刚才喝酒的时候 还没这些人 这无形当中 怎么来了四十多人 这哪来的 这是干什么的 这地方是个明示武馆 暗中是什么会道门 太太 这陈静存 怀了好奇的心情 尤打自己方中出来了 一看这些人都进五宫堂了 大灯光当就关上了 他高抬腿慢落步 捏足千钟 就来到五宫堂的门 蹲到门底一声 这五宫堂啊 两边没窗户 就未有正门 他扒了门缝往里看 哼 一看这屋里头 奇奇刷刷 全都是席地而坐 就看这董镇村啊 站在这些人的前边 眼珠灯多大 敢这个报号叫陈静存 这位 在门口这趴在门上 看似情景 心里琢磨 这是一秘密机会 什么意思 会到门 听他讲什么 栽耳往里细听 那董镇村说话了 各位 连夜把大家着急到此 各分号的头目们 都到齐了吗 都到齐了 一位不屑 整整四十个分号 好 咱们连夜召集大家 我是有事情要跟大家说 我这次到外边去学习一下 我才知道啥叫革命啊 这革命啊 可了不起啊 这什么叫革命 就是要革他命 革谁的命啊 革那些贪官污吏的命 各位 你们知道这革命的祖宗 是谁吗 这人可了不得啊 叫孙中山 这老孙家 真有出息人 据传说 孙中山 在这个 潭乡山 跟九九八一天的老道 和九朝和尚 学艺整整八百年 胡风唤语 洒道称兵 商妖作怪 孙中山一张尾 啪啪啪啪啪啪 那嘴影攀出去六百多颗子弹 一台手臂 左手有张守卫 右手有轰拳 那遇到那些清兵 只要把张守了一台 啪 就一雷 轰拳一台 就轰你 后来他又遇着一个仙长 叫黄兴 俩人又联合在一起 就要割清朝的日 要推翻清朝 正合咱们的意思啊 咱们 这个会 是在哪来的 大伙儿都知道吧 咱们是由天地会八个教 演变而来的 咱们的宗旨是什么呢 就是要推翻这清朝 推付清朝 恢复咱们汉室啊 所以啊 这孙祖宗 就这孙中山大乡 和咱们的愿望志向是一样 这次我学习归来 我一听啊 哎呀太好了 另外 最近听说了吧 吴昌 咔嚓起来了 那么咱们也得想办法 起来 在会中 闹得个天翻地覆 咱们也得闹 咱们现在手下的人马够 小的溜已经五六百号了 你看四十多个分会 一个会有十个人 咱们多人了 对不对 所以啊 再召集一些赶死队员们 咱们就在惠州 打起来 然后攻进广州 咱们去拜望孙大兴 让他们给咱们指个名诺 咱们怎么干 各位 怎么样 同意 只要会长说什么 我们就干什么 说什么东西 那陈静存呢 在那正听得来劲 怕门放着 听得直激动 领不定 这后票 就让人给了一脚 就踢起来 是在讲在地 把屋里的人都吓一跳 全站起来 东正传义猫猫 蹦都窃进 咔 腰中的刀片就拉出来了 怎么事啊 这陈静存 就报名叫陈静存 这位不在那偷听呢 人家这院里头有循罗的 有游动杆哨 两个游动杆哨 他 二哥 三个一伙人 屋里都开秘密会议呢 临开会之前呢 董正传已经下令了 一定要严加防探 别来什么清朝的探子 所以俩游动杆哨 一看那蹲一个 嘿 听得有滋有味的 这两个游动杆哨啊 就在后班慢慢慢慢的摸过来了 抬腿领不定 当就这一脚 就把这陈静存给踢到无尽 这时候就看这董正传这脸 唰就变了 嗯 奶奶的 你说你是教书先生 整了半天 你是朝不平的探子 来 拉出去 把这给我砍了 一声令下如山堡 欲知详情下降 再说 好 这也很漂亮 感谢观看